有网友留言他最近正在减肥 好几个月没吃一顿饱饭 想看一次这个红烧大肘子 好好地给他解解馋 OK给大家安排 市场上买了两个美丽的小猪肘 然后咱们拿小刀 把肘子皮烧焦的部分 给它刮洗干净 不知道这两个肘子 是前肘还是后肘 然后咱们把这 洗好的肘子放到锅中 简单给它焯一下水 然后稍微来点料酒 现在把大葱 咱们给它切成小段 姜咱们给它切成小片 最近这两天我没发现 这姜好像涨价了 不知道你们那边姜都什么价 新鲜的肘子浮沫比较少 咱们把这个浮沫给它打一打 接下来简单炒个糖水 再放点冰糖 冰糖炒至枣红色冒泡 现在这个状态就差不多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葱姜下到锅中 然后稍微来点水 然后准备高压锅 焯好的煮 煮在下到锅中 咱们给它摆一下位置 然后稍微来点水 来点腐乳 炒好的糖水 倒到锅中 八角桂皮香叶 白芝麻糬炒过肉扣 下到锅中 然后来上两颗干辣椒 生抽 搂出 再来一袋这个香气酱 增加咱们这个酱香味 然后来点盐 盖盖 小火给它炖上一个半小时 这猪子相当到位 哈喽哈喽大家好 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咱这猪子说实话真是不小啊 我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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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对比一下 大家都说脸大啊 你知道这个绝对 绝对是比我脸的多大得多啊 四斤多啊 不是闹着歪的 但我自己一个人应该能吃得了 今天这个煮的有时间原因啊 对的不是特别辣的啊 先来上一块 这一块 愁满足 这一块又满足 又满足啊 又幸福啊 一样 蘸下咱们这个秘制蘸料 第一口啊 其实最应该白嘴尝一下 它的原始味道啊 但这个也蛮诱人啊 来点这个 我们这腌黄瓜 今天这个煮的没炖辣火啊 不科学啊 我这个高压锅啊 可能是因为年限原因啊 用了两三年 多少有点漏气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现在整个就是压不太烂火 这一回白嘴来上一块 嗯 嗯 他说在高压锅里边也炖了一个半小时啊 他说在高压锅里边也炖了一个半小时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十秒炖了一个半小时啊 嗯 吃起来居然哽啾啾的 不符合我这个气质啊 我吃了 好 这一块就没就炖到位啊 还块树的 鱼香肉丝 再一摊来一勺这个猪子汤 咱们把米饭拌上 还有上炖吃剩点干边豆酒 今天煮的失败太硬了 后天咱们再炖一下 来口这个猪子 我吃了 咖啡 这种拌饭简直太香 这种拌饭简直辣椒 烤肉 , 真香 , 真香 , 真香